一行人从土城中华路经过 还一度骑过头 其中有人点燃信号弹 壮大声势 最后随手丢弃在路边 这一帮人除了领头的休旅车 还有多达13部机车 20多人嚣张行进 就是要来群聚寻仇 信号弹 然后有两个 三个人 一个被砍手臂 一个腰 一个屁股 伤者分别是四名青少年 皮开入镇 全是被西瓜刀砍伤 原来两帮人在脸书上 早有口角相约谈判 19号深夜四名青少年 特地从板桥赶来土城驻镇 凶行一看有人驻镇 立刻冲上前乱砍 造成四人受伤送医 然后现场会受伤 只有几个人去 你在那个朋友是不是 有拿手刮刀 其中这名赖姓嫌犯 因为通气在案也被逮 没想到他其实也是 群聚斗殴涉案人 警方透过他 在逐一比对车籍资料 顺利在短短不到四小时收网 抓到12名嫌犯 其中背后主谋邓姓双胞胎兄弟 在土城开咖啡厅 纠重寻仇仍然在逃 可以看到脸书上 早有放话说可以开始了 今天连你我都压不住的话 我以后在黑社会除名 甚至纠亲朋好友 说要开始吵架 要挺的通通来 大胆透过脸书号召人马 警方已经掌握身份 要把背后藏进人给揪出来 记者刘世伟何慧柔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 之后 在南乌兹下达